国军坚守此城断水断粮,伤亡达三分之二,日军强攻两次却军告失败。 本文作者张倩文,《非升国际》的中国近代式太斗,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, 既过努学者荣誉社长,既过努沙龙奖演嘉宾。 两次进攻衡阳卫下,尤其是严重的伤亡,给日本军界上层的震动较大。 衡山勇认为衡阳固然要攻去湘江东岸莲花、茶陵一带山里里的第九战区主力更要打击, 这不仅是为了掩护正面对衡阳的攻击,更重要的是为日后德贵有作战提供方便。 况且,衡山勇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,认为中方的野战军主力被击溃后,衡阳将不攻自破。 日军进犯衡阳但日军大本营方面却不满意,衡山勇只用两个师团攻击衡阳, 而要其意主力尽快攻占该城,因为事实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遭惨败, 首相东条英机只能靠路军在中国表现出成绩。 以维持其统治,若衡阳之战继续胶着,其内阁就要崩溃了。 因此,日第十一军便重新开始,调整湖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, 除原有的第六十八、第116师团外,命令第五十八师团一部配备加农炮、 榴弹炮各三门重新加入对衡阳西北及北方的进攻, 第四十师团及第十三师团一个抽到一部分兵力投入对衡阳的攻击。 此外,第三十四、第二十七、第三师团也分别哨命栏下, 参加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对衡阳的总攻击。 日军使用毒气攻击,在中国方面, 蒋介石也于7月22日变更衡阳外围援军的部署。 一、我衡阳外围援军,应集中权力,先突破恒永公路附近之虎行山及汽车溪, 战以西敌人阵地在图,扩张战果。 二、第六十二军应以部监设衡阳南侧之敌, 集中部炮主力于黄尼奥附近,向虎行山及其东南地区之敌阵地突击突二, 纵队吉阳公路由黄尼奥西南地区,向汽车溪站,虎行山方面推进归入黄军长之指挥。 三、第七十九军应集中主力由贾里渡访, 面向汽车溪站以西之敌阵,的突击已收夹击之效。 四、第六十三师主力以英公战网,承敖以侧应各军之作战。 五、空军应集中力量轰炸虎行山及汽车溪站以西之敌阵的七发挥路, 炮、空血同战斗之权力,的突破之迅速成功。 日军向衡阳进攻进入七月底之后,衡阳城内中国守军的情况, 更加艰苦第十军精,过一个月的战斗军部直辅队, 伤亡三分之二玉石师,伤亡百分之九十第三师伤亡百分之七十, 而第一百九十师仅剩四百余人八月一日方先决至蒋介石殿中, 谈及守军的痛苦情况,直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军作略成之一, 衡阳防射备坟被炸物资进回。 庆里炎均早埋藏尚乌弱大损失, 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炎外,别无若和, 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部, 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, 下意志腹泻腹痛转为利己者日渐增多技无一, 要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积极容忍坚守戴元二, 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条捉紧剑肘弹药缺发飞补, 有限自武萨陈起。 张县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, 2016年版。